科技訊息來看到的是科技業的最高榮譽 愛迪生發明大獎 23號在美國紐約登場 結果相當令人振奮 其中有兩家台灣的企業 分別拿下了材料以及能源金獎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創新和創育 來自台灣的軍服綠能 拿下全球科技業視為創新 最高榮譽的愛迪生發明大獎 董事長邱秉峰發明道路發電系統 把汽車動能轉換成電能 在台灣接頭實測 用後渡不到兩公分的裝置 把汽車壓過的動能轉換成路燈 發電的電能成功經驗評審 台灣的中小企業都非常的聰明 也非常的努力 今天拿到這個獎 就是說跟台灣的中小企業 大家研究的夥伴們 大家能夠來勉勵 來勉勵 材料科技技術 台灣在拿一座金獎 打敗來自世界的科技大廠 來自環球水泥的副四代猴志生 開心到不敢置信 大家很高興啊 不敢想是第幾名 從先是一個人開始做 做到現在我們也是一個 縮小也不小的公司了 那真的是大家都有決心 就是往這條路一直堅持下去 從傳產走向創新科技 利用環球拿獎的軟性壓力感測器 能夠偵測瞬間壓力 可以運用在多種穿戴裝置 如果用在鞋墊 可以透過手機告訴使用者 受力不平均 站姿可能有問題 吸引多家大廠尋求合作 兩個台灣之光 靠著創意產品 拿下愛迪生發明獎 也讓全球看見台灣的科技創新 雨電TV 許雅君 紐約報導